歡迎收到GD的兒子 咦,先開一盞燈 終於買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就是復仇者最新的大芙蓉 我當初在Endgame的時候,其實已經很留意著 因為我看到上網,好像已經有得買了 但這個不是很貴的 你想一下,300-400元 可以買到幾個人的快樂 其實是值得的 大家都知道Endgame的主題色是紫色 所以後面打紫色的燈,不是很正老的 我上心都要跟你們解釋 本來我好想在電影一出的時候買到 然後馬上拍片告訴大家 但無奈地,那時候訂又沒得訂 然後我走去玩具反斗城呢 又說未有貨 然後再看一段時間,我放棄了 但有一天我逛街的時候 剛好看到一間店有得買 然後就馬上買了 之後還有一點發生的 那就是我之後就去了深水埗公仔機那裡 那就是巡視業務 那我就遇到CASE和馬寶 然後CASE就說 你買為什麼不跟我說 不買,都買了 那下次會有聰明一點 好的,是時候開箱了 我這次很忍手 我買回來是真的沒有偷看過的 現在才拆包裝 好看 預備,開 那一開有什麼呢 你已經可以看到那些人物 那些棋就已經放在這裡了 那另外為什麼會有兩個洞在這裡呢 因為很不安 這兩個洞一開就令人很不安 到底是不是本身是有東西的呢 哇 好聚首哦 我一開始以為那些棋子很輕 但原來呢 超聚首 一會再和你們說一下有什麼人物 我又要在這裡看 那Contents裡面有什麼呢 最主要的Game Board呢 然後12個Token 然後有24張英雄卡 16張STAR INDUSTRY的卡 然後16張無限手錄的卡 還有32BASE 是什麼來的呢 12個Headquarter 2顆色Money Pack 還有說明書 還有兩塊拿來牙位的紙皮 那說明書呢 就這樣一張長紙就過了 應該都不會說很複雜 那這一個就是英文版 之後上網看才發現原來是有中英文合輯的香港版 嘖 嘖 要介紹一下到底這次有什麼人物 逐隻看 拿著Storm Baker的雷神 不是肥仔版 Netbuild War Machine 這次的War Machine有多氣勢 Captain Marvel 黑寡虎 矮人 美國隊長 火箭 軟紅 軟紅還是碗紅 鷹眼 一定有的 Alma 還有這麼大隻一定是Hook 無限手套也是一隻棋子 大家有沒有發現少了一個人 少了一個很重要的人 蜘蛛盒去那邊 為什麼沒有蜘蛛盒 蜘蛛盒在電影上映的時候已經有 即是一早做定 為什麼會沒有蜘蛛盒呢 我懷疑蜘蛛盒是否有預言能力 他是不是已經預算了Sony和迪士尼會炒鑊金 所以這裡就沒有蜘蛛盒 其實這裡沒有蜘蛛盒不是大件事 然後戲也沒有蜘蛛盒才是大件事 Alman又花花公子這個自私鬼 變成一個會為了世界而犧牲的人 中間交代這個過程中 蜘蛛盒是佔了很重的氣氛 那突然之間 這個人就從此拜拜 Alman全下有知不知道會怎樣想 喂 梳 原來連黑豹都沒有 但因為黑豹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又不是十分之喜歡 而他那部獨立電影 都好像在看一些家庭糾紛 所以呢 這次呢 沒有了 據聞今次的玩法 都跟以前有少少不同 應該在字眼上的改變 以前大富翁是鬥多地 不斷買地買地 那些人走中人買東西 這次就不是草地 好像說 這次好像是草英雄 鬥快 英雄卡大概有這麼多張 到底有沒有找些冷門英雄來抽人數呢 好 抽到了 好 首先就是 The Collector 然後 這個是誰來的 糟了 不懂 剛才說到沒有被整成棋的 蜘蛛仔 在卡裡面 那它的色仔和屋仔 依然是很有大富翁的感覺 不對 那要些屋來做什麼 站在英雄身上 錢就是這樣的 看到了 AVANGERS的標誌 因為這次是AVANGERS的版本 所以就連平時的機會卡 和公益福利卡 都變成了這個 STARK INDUSTRY 和這個無限手套 應該都是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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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牌和錢之後 有事罵了 那我初看完之後就覺得 這兩個洞 還不是用來給你擺錢擺卡 結果 怎樣都放不進 那就是看來這兩個洞 是讓你放一些屋子 和顏色 那散修修 最容易整亂的錢 和牌 沒有位置給你擺 這個譴責 這個要譴責 OK 這次開箱就到這裡 試玩 就應該不會在這裡試玩 你們都知道 玩家大富翁 沒有幾個小時都不用下班了 那我怕這段影片就長到你們的分章 如果真的想看試玩 就在下面留言 應該會放在狗屎棍那邊玩 人強馬裝 狗屎棍 真的人強 那這個開箱的主要目的就是 當然是 浪費一下命 又不是很貴 沒有什麼值得浪費 純粹是買到一些心頭號 和你們分享 對嗎 下次買到東西 再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有朋友想買 但又未知 要怎樣 分享一條影片給他們看 凡是一星期四出片 記得訂閱我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